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说 他就想做一个上门女婿 来 掌声有请 陛下 再来一杯吧 大家好 我叫江松 今年27岁 来自辽宁省铁令寺 西风县明德乡 中英屯 今天我就要当上门女婿 你好小伙 王哥好 你这是贵妃和皇上 可以同时基于一身 一般吧 要是上KTV啊 或在家练歌 唱成这种水平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小伙子或姑姑呢 一上台 那调啊 丽莹啊 是不是 这小伙一唱 一出场啊 我看她的长相 完全陶醉了 然后这小伙子一唱啊 那桃贵妃醉酒 我好想闭上眼睛 用心去听着 可惜我不舍得闭上眼睛 因为我想得看你两眼 哎呦 丽莹你这话说完了 我这浑身搁的 一批一接一批的 小伙儿 你看丽莹有喝醉了的贵妃 那感觉 哎呦 有点迷糊了 先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场上十六个姑娘 对我们小伙儿的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金选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成绩非常不错呀 来 接下来你的任务了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声音照片 你好像在有情绪上的 都在有情绪上的 还对有情绪上的 所有人都在有情绪上的 都是大伙子 他们都在热情绪上的 要做出事 当然了 你都在热情绪上的 你说你走一圈 又一圈 一圈 你好像上这撒电网来了 にな 如果你来 我哪块让你不喜欢呢 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 有能的你来抓我呀 抓不着抓不着 哎妈呀下来了下来了 学姐下来了 这小伙子胆挺大呀 学姐你都敢惹 我看你这以后相信这路啊 那不能好走了 这接下来出场的小伙子 一出场孤单就两眼放多 妈这到底是啥样的小伙子 引起这么大的挑动 广告之后呢 她接着看啊 有能的你来抓我呀 抓不着抓不着 不是 小伙子 你还得嘚 抓不着 我抓不着就下来了吧 哎呦 你这条让我皮 你给我颤着看吧 站着 小伙子啊 我觉得你是跟那儿站着 我觉得你永远都找出了对象 我跟你说 你 你勇敢点儿 你站着他不敢咋地你啊 你站着 对 来 我哪个儿子你不喜欢 干啥咋地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了 我哪块儿让我不喜欢 你得让我死 你得让我知道咋死的呀 你那个嘴巴磨得太红了 你说咱俩要牵手成功了 回家了 那没事没人的时候 想通红亲个准啥的 那人家通红咋整 行了 老弟姐 就送你到这儿吧 好 根本就没啥起 小伙子也太了得了 就一个通红把你学姐干回去了 来 看一下小伙子第一个短片 嗨 大家好 我叫江松 今年27岁 来自辽宁省铁岭市 西风县明德乡中鹰腿 我特别喜欢小动物 看到路边的小动物 我就喜欢模仿它们 我们村的小动物 我都能跟它聊上几句 我平时特别节俭 每个月只留500天的 零花钱 其余的都交给家里 一号的什么啦啦 小的钱 头顶还找个WiFi 有点太像小孩的 她得找个啥样的对象呢 罢了罢了 不不不不 我能当三门女儿 但你家住也行 但咱俩得做好了 以后孩子得做不成 你看一号小丢丢 我咋了 你非我良人 怎知我的深情 我告诉你 我想找什么样的对象 我就想找王哥那样 成熟的 然后又不是幽默的 可以带点头发得 你真是想找啥样的 老多网友都问了 小丢丢就是来砸场的 你看他穿那身 他能找啥样 就不知道你想找什么样的 你到底喜欢啥样的 就是喜欢成熟稳重的那种呢 所以有的人他们也好奇 你说我为什么会穿成这个样子 我今天穿的就是灰姑娘的装扮 所以我就是希望我的王子来 然后把我退上这个灰姑娘 给我穿上婚纱 每一个姑娘的心里都怀着一个童话 对啊 每一个姑娘的心里都有一个公主梦 我还能模仿丢丢你 能模仿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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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息 我听听 把啦把啦变变变 哔哔哔哔 哔哔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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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 我错了 牛肝好猫 不是 二位 对 给我们翻译一下好吗 刚才那段话 对 对 那段对话 我就是想跟他搞对象 他讲过来 我说你来吧 我先用你了 除了刚才这个 你还会模仿哪个小动物 公鸡 因为我就是公的 我们毫不欢迎 我可以来啊 还会女 我觉得我得离开点了 我怕 我觉得这个驴好像不大高兴 马上要毛 不是 不是 我发现哥们 你不但在这个学动物教的时候 怎么还非得做出那动作呢 不然出不来感觉是吗 不是 我也不做这动作吧 我整不来那生 我们家这个公鸡啊 驴也都养过是吗 没养过 就是别人家养过 你观察过 就愿意观察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 你跟驴待了多少时间学会的 驴也待了一年吧 待了一年 没事 你琢磨驴去 你琢磨琢磨姑娘啊 找个对象 现在终于琢磨来正事了 琢磨正事了 今天来咱们琢磨琢磨姑娘 来看一下小伙子下一个短片 正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哎呀 姜生这孩子老好了 就愿他妈呀 要不叫我妈早就说上媳妇了 这是我听过无数遍的话 但是我从来都不这么觉得 在我八岁的时候 母亲得了疫病 发病的时候就会打烟 有一次直接砍了我二弟一岛 把我一岁的三弟从窗户扔了出去 那时候我特别害怕 为他原本亲近的母亲会变成这样 偶然一次我发现我学养教的时候 他就能打烟了 学傻的他也会笑 后来我平时 后来我就总逗他开心 一直到他车祸去世 我家有二十亩地 地里没活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 我家有兄弟四个 老二叫二多的 老三叫三多的 老四叫四多的 四多的还得上学 这么多年我爸一个老玩棍 带着我们四个小玩棍 很不容易 现在他叔叔大了 也干不动装活了 因为家里兄弟多 我心思自己多干点 现在家里靠我挣钱养家 我能当上门女婿 在你家住也行 刚才看了小伙子这个短片 才会知道 为什么小伙子 他能够认做一个上门女婿 你知道很多小伙子 是一提到要做上门女婿 总是觉得说不出口 也说不出去 别人可能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瞧不起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家里哥们多 我爸岁数也大了 他没有那个能力 说是给我们 那么多的钱 让我们养家 我感觉 我是老大 我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应该为家里减轻负担 我不感觉 当上门女婿有什么不好的 我一不吵 二不抢 三位没骗 我就是四十三代的一个人 谢谢大家 上门女婿没什么不好 但是我们这个舞台真是 五年多以来 你是第一个 第一个标榜出来要做上门女婿的 我觉得这需要一种勇气 我知道你的想法 减轻家里的负担 减轻爸爸为你 想成立这个家的负担 是吧 对 我还有两个舅舅 我两个舅舅一直就是广乎没成家 所以他们老了以后就全得靠我 我的赛养行 谢谢大家 承担你的家庭和照顾你的弟弟 还有你的舅舅和爸爸们 我也相信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姑娘 出现在你的身边 那个女孩也一定在不远处等待着你 谢谢 你愿意做这个姑娘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有老爹感觉负担挺重 然后再照他爹的就 我感觉有点承担不起 所以另一个人 他负担着他爸爸所有的起居生活呀 和他所有 整个家里面的所有的支撑 都由丽莹来负责 所以他相当于是跟你一样的 你现在是相当于你挣的钱 是给弟弟和爸爸花 是吧 对 可是丽莹一个姑娘 她撑起了自己的老父亲 这一个小伙子 他要撑起六个人 这个家里 兄弟啊 你这个家里太需要一个女人进来了 而不是你出去 没有女人存在的家 真的算不上家呀 可是兄弟今天我要跟你说 凡事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 那也可能完全不一样 今天呢你是正面呈现出来的 觉得呀爸爸呀弟弟呀 或者是两个舅舅 我们看来可能都是你的负担 哎 我们调个方向来看 还有兄弟仨呢 你们兄弟四个 咱们设定一个计划啊 15年 这三个哥哥 每人挣一万 家里就有三万了 到明年的时候 四个兄弟全挣钱了 每人挣两万 家里挣多少钱了 八万了 对不对 三年之后 你们家就存款 就可以达到20万 那是不是有钱人了 在村里 三年之后你们这家 会是最富裕的 有 有没有个信心 做个三年计划 有 那有没有信心 三年之后 娶个媳妇进家门 有 敢不敢跟老王哥 积一个赚 来 来 谢谢老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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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原本天使 特地给你找了一个 红红火火的 谢谢老王 以后的日子 越来越红火 有希望 好吧 这个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来 掌声送给他 加油 加油 妈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带着我几个弟弟 努力赚钱 咱家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谢谢老王 谢谢老王 谢谢老王